大家好,我是營養師Rachel Rachel,你好 待會我們開派對 我正在做香辣脆雞,請你吃吧 好啊,其實我們偶爾吃一些辣都不錯 因為紅椒粉裡面有辣椒素 可以令我們大陸釋出分泌體液的信息 刺激胃酸的分泌,幫助消化和消緩胃氣醬 而你所選用的辣汁 比一般中式的麻辣醬和豆瓣醬的辣 和脂肪含量都相對少很多 而且熱量較低 所以你所選用的調味料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你不要走開了 待會我焗好之後,你幫我試試味道 好啊 待會兒 很快,半小時就可以吃了 對,Rachel,這次我們用焗的方法代替炸 完全不需要油,適合那些又喜歡香後,又怕有利的人 一般快餐店的香辣雞也會連皮炸 一隻的熱量就已經有107kcal,含有4.2克的脂肪 相等於1茶匙的油份 而按照今天這個食譜製的脆雞,一件就只有35kcal 脂肪含量相對少很多 另外,這次我們用了去皮的雞扒 加上無糖的粟米片做外皮 一定很健康 沒錯,動物的皮是屬於飽和脂肪 如果我們長期攝取過量的飽和脂肪 除了會增加我們血液內的壞膽高醇 阻塞血管,造成高血壓 還會增加我們患上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 Rachel,我們沒有說太多了,試試吧 嗯,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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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